情有可原 在战时进入英国 有如参加私人俱乐部一样麻烦 如果是应人之邀而来 境遇会好一些 所有到达英国的人都要登记入册 假如逃亡者来自阿姆斯特丹某区 我们就要查看名册 如果有来自同区的人替他说话 那么新来者获准在英国居留的可能性就大得多 但是这并不是说朋友聚宝可以完全使他高枕无忧 谁能担保对朋友的秘密和内心思想制造的一清二楚呢 所以说朋友聚宝对新来者固然大有帮助 但他还必须接受讯问 以便从回答中推断出他来此地的意图 虽说我在反间谍生涯中成绩卓著 但从不敢夸口说在判断上万无一失 同人打交道 不像小孩排话片游戏那么简单 审讯者必须以自己的推断能力 最大限度地发现事实真相 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 在现实生活中 人往往玄妙莫测 看上去货真价实的懦夫 偶尔也会坚强无比 勇士也有软弱的时候 当试图了解一个人的内心世界 证实他的动机和行为是否相符的时候 很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 下面要讲的故事 是对我本人的褒贬 我竭尽全部智慧和技术知识 指望弄清真相 但到头来却大错特错 有一次来自加拿大的 一艘联合城堡公司的轮船 在格拉斯哥靠岸 运来至少八百名各国难民 有法国人、荷兰人、波兰人 甚至还有一些在西班牙内战中 弗朗格将军胜利后 飞往法国的共产党人 必须把他们一一甄别 以便发给他们在联合王国登案的身份证明 用专用列车 把这些人通通送到伦敦 是一件困难的任务 于是决定采取就地受理的办法 为了甄别这批难民 我受命带领一个七人审查组 前往格拉斯哥 这七个人都是我的学生 在我们到达之前 船员可以上岸 所有外国乘客只能待在船上 以最大的耐心等待我的到来 除了守卫在闲踢和其他战略位置的军事警卫人员 任何人不得上船 经过慢腾腾的 令人难受的战时火车旅行 到达格拉斯哥之后 我在一节灯光暗淡的车厢里 研究了按国籍排列的乘客名单 起草了又快又保险的 甄别难民的方案 我想首先应当解脱那些 非嫌疑犯 从名单上可以看出 船上有一批在加拿大的 荷兰自由力量总部训练过的战士 这批人在出示警方发的身份证 并由陪同他们的军官作证之后 就首先得以解脱 然后我们着手处理复杂的情况 首先要处理的是那些真正的嫌疑犯 每个从自己的国土飞来 在英国居住的自由政府臣民 都带来一份敌人合作者 和德国政权同情者的男女的名单 我把手头这份名单的复制件 同难民名单对照 就不难查出一些人的名字 把这些人一一找出来 押送到伦敦爱国学校 去根据情况处理 最后只剩下那些 我们毫不了解或了解甚少的人 前面我已经说过 对审讯者的主要要求之一是 仔细检查嫌疑犯的物品 而且必须在审讯之前进行 在别国搞间谍活动 一定有同派遣他的人 保持联系的手段 一般不会携带沉重的通讯设备 但可能携带配置密切药水 必要的药品如奎宁 还有地址本 或偷拍重要文件的 微型照相机 我的七人小组一到船上 便在餐厅分头开始工作 经过检查 一批荷兰军事人员 很快就拿起行李上岸了 接着我和副手们上 嫌疑犯排好队 由士兵借往伦敦 这样在第一天午饭时分 我们已经打发走了一半乘客 真正的工作开始了 每个审讯员 坐在餐厅一张长桌旁边 仔细检查留下来的乘客 乘客们都必须 把自己所带的物品摊在桌上 接受审问 并填写财务清单 如果没有发现疑点 就算通过了初步审查 我从餐厅一头夺到另一头 观察着检查和审讯的进行情况 偶尔在一张桌子前停留一会儿 看看散乱在桌子上的物品 不时听到某个审讯员 提到一件可疑的东西 或者因对被审讯者的回答不满意 而发的议论 我们小组的每个成员都是行家 其中有一个年富力强 精明强干的比利时人 那天下午 我刚刚回到自己房间 准备再次研究乘客名单 在已经离去的人的名字上 画上记号 听到有人敲门 请进 我说 站在我面前的正是比利时审讯员 李奥伯尔特 李奥伯尔特是他的代号 每个反间谍人员都有代号 在工作期间 以代号相称至关重要 比如我的代号是弗兰克杰克逊 用假名的目的在于 万一某个真正的间谍漏网 他就无法把审讯者的真正身份 汇报给他的上司 无法丰富他们的档案材料 我请李奥伯尔特坐下 递给他一支烟 有事吗 我问他 好像你发现了什么情况 对吧 对 看来是一名间谍 是吗 你把情况谈谈 李奥伯尔特说 他刚刚审查了一个叫 朱莱斯弗拉厄斯的比利时人 45岁 自称是离法比边境不远的 小城市库尔特雷人 职业是侍者 曾在安特卫普至上饭店工作 1940年 德国人征用了这家饭店 他被辞退 在一个被占领的城市里 对一个侍者来说 就业机会不多 为了糊口 他几次当短工 不久 他的表兄 请他参加了抵抗运动 他所在的抵抗小组 由业余成员组成 在战争初期 既无训练 又无武器对付敌人 弗拉厄斯带着厌恶的口吻 描述秘密活动的同伴们 说他们都是拿战争开玩笑的花花公子 他们每周 在一个印刷所聚会两三次 总是在同一地点开会 表明他们毫无经验 抵抗运动的人聚会 必须经常变换地点 他们聚会 主要活动是编写 并印刷传单 鼓动比利时人 反抗德国人的压迫 每个成员 都必须在公共场合 散发一包传单 或者把传单贴到 德国人聚居的地区附近 弗拉厄斯说 整个计划非常幼稚 但在战争进展 不顺利的日子里 它有助于保持人们的斗志 有一次他们约定 晚上八点钟聚会 而宵禁期间 所有人都必须在 晚上十点钟以前回家 弗拉厄斯当时 正在一家酒吧间 当洗碗工 偏偏那天晚上 顾客来往不断 他没能按时到会 他走到秘密集合地点的 大街上时 已经将近八点半 从很远就看到 印刷厂门口停着一辆 黑色奔驰牌轿车 和一辆装甲车 并有两名身着军装 手持武器的士兵把守 他立刻意识到 敌人已经布下罗网 就赶紧躲到阴影里 真是急性高照 多亏他迟到了 他慌慌张张跑回家 一下子倒在沙发上 他慌慌张张跑回家 一下子倒在沙发上 心情平静下来后 更感到后怕 他预感到面临的危险 盖世太宝逮捕了很多 甚至全部同志 他们完全有办法 是俘虏招供 自己被供出来 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小小的房间 已经不是安全的 藏身之地 敌人整步步紧逼过来 不能耽误时间 必须马上逃走 问题是往哪里逃 根据经验 他知道火车站 一定被德国兵控制 公路也已经被封锁 成年后 他大部分时间 住在安特卫普 而本地有没有 亲戚朋友之处 可以藏身 他突然想到 抵抗运动小组的 一个成员说过 比利时几个 最优秀的爱国者 曾经躲进 罗马天主教修道院里 混在参加礼拜的 教友之中 修道士们曾经多次帮助英国皇家空军士兵 让他们身穿教服 从这个修道院转到那个修道院 盖世太保不敢闯入教堂 搜捕身着神职人员衣服的人 弗拉厄斯 是经常做礼拜的天主教徒 认识库尔特雷教堂 他慌忙把必要的东西装进口袋 幸好还找到放在褥子里的一些钱 不敢带箱子 也不敢把口袋塞得太满 以免引起德国巡逻兵的怀疑 他用了几乎一个小时 做完这些准备工作 还不到宵尽时间 他绕过大街 顺着昏暗的小胡同 飞快地向修道院走去 一路上没有被人发觉 也没有遇到任何麻烦 顺利地到了目的地 修道院对他不轻易相信 直到问了几个问题 确认他不是德国人派来的间谍 才答应帮助他 据李奥伯尔特说 弗拉厄斯以后的经历很简单 他在修道院一直藏到风声平静下来 才顺利地到了法国边境 然后到达西班牙边境 修道院所属的教团 沿法国公路有几处教堂 他装扮成神职人员 一路上有一两个真正的教友陪伴 安然无恙地通过了德军占领区 有一次一个兴致极好的德国军官 用车烧了他们一百五十英里 路上德国军官想用蹩脚的法语 同修道士们交谈 他们就用手势告诉他 他们属于沉默教团 军官笑一笑不再打扰他们 在西班牙边境 弗拉厄斯脱下教服 同一批难民雇了一名向导 带他们穿过山区 到达葡萄牙的里斯本 几星期之后 他终于等到一艘 去河属印度群岛的货船 而后换乘另一艘轮船 同很多人一起到达美国 又乘火车去加拿大 在加拿大一个营地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 再一次横渡大西洋来到格拉斯哥 听李奥伯特讲完之后 我沉思了一会儿 回忆了几个情节 说 他讲的经历很典型 你为什么怀疑他是间谍呢 他回答说 我正想谈谈这点 你还记得他说过 在离开库尔特雷之前 打过几个月短工吗 可是除了加拿大钱之外 他还有一百五十个英镑 三百个美元 我轻轻打了声口哨说 真是个难民富翁啊 他说这些钱是怎么来的 他说在至上饭店 当了十年逝者 从不肯花掉小费 才攒下这些钱 德国入侵比利时 他把积蓄下的所有比利时钱 兑换成了英镑和美元 因为他知道 总有一天要逃往国外的 真有先见之明啊 这不会错 一个饭店职员 十年攒下二三百英镑 这笔钱足够 在伦敦所获区开个饭店 这我同意 但是我不相信 他是个逝者 为什么 他打了个手势回答说 只不过是我的猜想 但他确实不像个逝者 一般来说 像他这样的中年逝者 多年伺候人的生活 会养成根深蒂固的 对人唯唯诺诺的习惯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就是说 当他站着的时候 两只胳膊稍稍弯曲 头部唯唯前倾 说起话来声音很低 从不提高嗓门 可是这个弗拉厄斯 却大不相同 从他的言谈举止来看 倒像是个受过教育的人 常常使用 逝者不会用的词汇 毫无疑问 李奥伯尔特是位行家 他提出异议 就说明此人情况 确实有待进一步弄清 我问道 你同他的朋友们谈过吗 难道没有安特卫普 或者库尔特雷来的人 能提供一些情况吗 我已经问过他 这里是否有人为他作证 他说没有 同行的人当中 他不认识任何人 他带的物品中 除了英镑和美元 还有其他可疑的东西吗 据我看没有 那好吧 我可以跟他谈谈吗 当然可以 第二天上午 朱莱斯·弗拉厄斯 被带到 作为我办公室的客舱 我请他坐在一把 舒适的椅子上 递给他一支烟 便开始了谈话 他对我讲述了 乘船来英国的经历 谈了尚未参战的 加拿大和美国的生活情况 在整个谈话过程中 我都静静观察他 正如他自己说的 他有45岁左右 身体单薄 乌黑的头发 线条清楚 表情淡漠 虽说衣着合身 但显得有些寒藏 越是研究他 越觉得坐在我面前的 是个受过相当教育 有一定文化素养的人 我特别注意他的手 这双手细嫩而有力 手掌柔软 指甲修得很整齐 在我看来 完全不是那种 成年累月端着热盘子 走来走去 在热水里泡着洗餐具的手 我心里开始同意 李奥伯尔特的印象 不管朱莱斯弗拉芒斯的职业 到底是什么 他绝对不是适者 在几乎半小时的谈话中 我从用法语转为用弗拉芒语 又从用弗拉芒语 改为用法语 这两种语言 都是比利时最通用的 即使一个受教育不多的 比利时人 也能流利地使用 弗拉厄斯 就是一个典型的 弗拉芒族的名字 而他自称工作多年的 安特卫普 又是个弗拉芒族城市 我原想他的弗拉芒语 一定说得很好 而法语或许要差一些 然而实际情况 却恰恰相反 他讲弗拉芒语的时候 有点犹豫结巴 一边说 一边寻找合适的词句 很多弗拉芒族人 讲法语的时候 常常夹杂一些 典型的弗拉芒语词汇 但弗拉厄斯 从来没有这类语病 我深信不疑 他是法国人 或许是瓦隆人 而绝不是像他自称的那样 是弗拉芒族人 直到这个时候 我还没有问他 从比利时出逃的细节 必须在船上审理的案件很多 不能单单为一个人 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李奥伯尔特和我的印象 足以说明弗拉厄斯 绝不是他自称的那种人 我叫人先把他送往伦敦 皇家爱国学校拘留起来 带回去之后 再慢慢处理 在格拉斯哥 又用了一两天的时间 才甄别完所有乘客 回到伦敦 我立刻着手处理 外出期间 积压在办公桌上的文件 最后才腾出手来 审理朱莱斯弗拉厄斯一案 他走进我那间 没有摆设 但很繁忙的办公室 在这里 不知有多少间谍 听到宣布 自己被关进监狱时 立刻瘫软下来 在反间谍工作中 绝不应该坚持某个结论 耐心和冷静 是必不可少的 这些要求 永远不能忘记 而我却开始认为 弗拉厄斯是一名间谍 审讯进行了 整整一个上午 我们谈了 他在安特卫普至上 饭店的工作 谈了他怎样回到库尔特雷 谈了他在抵抗运动中的活动 还谈了他如何乔装修道士 从比利时逃到法国 又从法国逃到西班牙边境 他讲的几乎同 受害者事先经过反复演练 对自己的口供熟悉到 倒背如流的地步 我发现 他对进修道院之后的情节 描绘得有声有色 这使我倾向于相信他确实到过里斯本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 要弄清楚他是作为一个真正的难民去里斯本 还是一个德国间谍机构的特务 愚弄了修道士呢 为此我决定专门了解他在此以前的经历 战前不久 我曾在安特卫普逗留过几天 还到至上饭店拜访过一位朋友 我的记忆力相当好 对这家饭店的一些情况 还记得一清二楚 我问弗拉厄斯 饭店的餐厅在什么地方 是旋转门还是普通门 到厨房去是往左拐还是往右拐 还问他餐厅大概有多少张桌子 他做适者时都干些什么 弗拉厄斯回答的含糊其词 尽量巧妙地避开我的问题 他说战争开始以来 饭店变化很大 厨房又新开了一个门 桌子树木经常增减 逃避盖世太保的追捕 和一路上的艰辛 使他记忆力大大减退 如此等等 我已经认定 他从来没有在什么饭店当过侍者 姑且不谈他在安特卫普 至上饭店的职业 他在库尔特雷的经历 也不会是真的 他讲不清楚他所在的抵抗小组的领导人 也说不准一共有多少成员 一会儿说十二个 一会儿又说七八个 第一天的下午 我已经断定 弗拉厄斯是敌人派来的间谍 审讯之前 我又亲自检查过他随身携带的物品 但和李奥伯尔特一样 除了英镑和美元之外 没有发现任何疑点 我还是不相信这笔钱是他自己攒下的 正如我对李奥伯尔特说过的 不少侍者攒钱准备有朝一日自己开饭馆或酒吧间 可是我根本不相信弗拉厄斯是侍者 就算他是一个侍者 一年的黄金季节 在一个被占领的国家里失了业 积蓄很快就会用光 我越来越强烈的印象是 弗拉厄斯的钱来自他甘心情愿为之效劳的德国情报机构 办公室里鸦雀无声 我抬起头来 正好和弗拉厄斯惊慌的目光相遇 我用法语说 弗拉厄斯先生 我不得不告诉你 我不相信你讲的这一套 第一 我不相信你是弗拉盲人 第二 我不相信你一生中曾做过侍者 第三 我不相信你的钱是积攒下来的 这场闹剧已经耗费了我不少时间 你现在还不想讲实话吗 我讲的是实话 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可悲的是你不想变得聪明一些 不想了解我 我敢说 你还不如我更像弗拉盲人 因为你连弗拉盲语都讲不流利 我相信你曾在至上饭店待过一两个晚上 但不是作为侍者 而是作为客人 在同一个地方工作 搭十年之久的侍者 能对厨房和餐厅的每一英寸都了如指掌 回忆起某些常客喜欢的座位和两张桌子之间的距离 我很忙 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你为什么非要用这场雅剧来浪费我宝贵的时间呢 快说实话吧 在这个最起码的问题上 你浪费的时间够多了 我说的是实话 他还是不改口 谈话又进行了大约两小时 我还是敲打他经历中不一致之处 再次指出把抵抗小组成员一会儿说成七八个 一会儿说成十二个 这是不可思议的 我又故意说弗拉盲语是他摸不着头脑 重新谈至上饭店的问题 我还让他用几个卡片口袋表演适者怎样以此端三个盘子 结果口袋都从他手里滑到地上 尽管事实与他的供词差至千里 他仍然坚持说他讲的是实话 我忍无可忍 只得叫警卫把他带走 第二天上午 我打电话给设在伊顿广场的自由比利时政府 找到一个弗拉盲同事 请他到爱国学校找我 还请他查一查 罪犯名单中是否有叫朱莱斯弗拉厄斯的人 这位朋友来了之后说 他没有查到有关朱莱斯弗拉厄斯的任何材料 我让人把嫌疑犯带来 由这位朋友用弗拉盲语同他进行一次长谈 谈话以后 比利时朋友说 这个人绝对不是弗拉盲族 我敢发誓 你当然会发誓 我对他做了个鬼脸 然后转向嫌疑犯 那么 弗拉厄斯先生 你还有什么说的 我这位同事是弗拉盲人 他用你自称的本民族的语言 同你谈了这么长时间 听了你的回答 现在他同我一样 也肯定你不是弗拉盲族人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弗拉厄斯仍然死不改口 我的朋友走了好久 他还是一口咬定自己讲的是实话 完全是实话 百分之百的实话 这样又过了几天 简直是在进行一场耐性的考验 他不招供 我绝不罢休 想方设法让他尽快开口 我们的工作开始积压 同事们感到压力越来越大 于是我决定使一条我从未使用过的计策 来突破这位可疑逝者的防线 必须事先声明 这项计划未争得上司的同意 学校归内政部管辖 而内政部的官员在我看来过分宽容 在所有著作中 我都明确表示 反对在审讯中采用拷打 或其他使犯人身体不适的做法 我总是对嫌疑犯平等相待 请他坐在舒适的椅子上 并且从不禁止他吸烟 我只在正常事件审讯 而从不通过使对方过度疲劳 来摧毁他的意志 但是战争毕竟不是儿童游戏 为了使某人开口 有时必须装得十分严厉 采用恐吓战术 前面已经说过 我曾因为把一个嫌疑犯 称为说谎者 而受到内政部的严厉训斥 我还被告知 按照英国法律 被告只有被证明有罪之后 才能算是被告 我争辩说 除非使用稍微激烈一些的手段 否则我们什么也不能证实 在我漫长的生涯中 为了从嫌疑犯口中得到情报 偶尔也使用纳尔逊的战术 在某些情况下 唯一奏效的 往往是使内政部官员们毛骨悚然的方法 我认识一位叫弗朗索瓦斯的比利时小伙子 他因为绝对诚实 而被爱国学校挑选出来 第二天就要到自由比利时商船队工作 我私下向他详细交代了他应当扮演的角色 让他在审讯开始后五分钟来我办公室 弗拉厄斯被带进来 我同他谈话消磨时间 五分钟以后有人敲门 弗朗苏瓦斯来了 他和我打过招呼 看了看我的客人说 是你啊 朱莱斯弗拉厄斯 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 你刚刚从安特卫普德国间谍学校毕业 弗拉厄斯想突然受到惦击 张着大嘴两眼痴呆 简直真的疯了 他脸色铁青 大声喊道 你胡扯 你是谁啊 我从来不认识你这个畜生 接着又转头向我说 我的天 他怎么敢说我是间谍 他又回过头去 盯着还用手指着他的弗朗苏瓦斯 他怒不可遏 猛地扑过去掐他的脖子 弗朗苏瓦斯虽说比弗拉厄斯强壮 但猝不及防 被一把椅子绊倒在地 弗拉厄斯扑在他身上 又去掐他的脖子 两人一边骂一边打得难解难分 我无法把两人拉开 只得喊来两名警卫 屋里平静下来 弗朗苏瓦斯还在摸着被对手抓伤的脖子 我对他说 实在对不起 请告诉我 你能在法律面前保证这个人就是弗拉厄斯 并且保证他是间谍吗 当然先生 弗朗苏瓦斯理直气壮地回答说 很好 谢谢你的帮助 再次请你原谅刚才发生的事情 我做了个手势让卫兵退出 弗朗苏瓦斯跟着他们走出去 一边走 一边走 还一边摸着疼痛的脖子 弗拉厄斯喘着粗气 刚才的愤怒和惊骇 使他说不出话来 我趁机说 你看你的案情有多严重 原来只是我一个人怀疑你 而现在我有证人在法律面前发誓 说你是间谍 你的案子令人失望 请你回去考虑考虑怎么办 什么时候想讲实话了 再来见我 一个小时后 卫兵来告诉我说 弗拉厄斯想找我谈话 我马上命令把他带来 他一进屋 不等我请他坐下 就赶紧说 我讲实话 我不叫朱莱斯弗拉厄斯 你说得对 我不是从安特卫普来的 也不是侍者 我是职业医生 名字叫安德烈维诺特 住在布鲁塞尔 我示意他坐下 很好 这才像实话 请继续讲下去 但是出乎意料 他不再说话 一般说来 间谍一旦屈服 总是把知道的一切 一股脑端出来 然而这个弗拉厄斯 或者维诺特 继续沉默不语 说吧 我设法鼓励他 他停了好长时间 才说出一句话 我在布鲁塞尔 马蒂斯大街 开诊所 好 好好 讲下去 但是 这就是他告诉我的一切 他不再交代任何事情 也不回答我的问题 只是反复说自己的名字 职业 和在布鲁塞尔的住址 我用了两个小时 催促他 鼓励他 请求他 都无济于事 他只讲了一点 他确实是难民 逃亡经过 是真实的 总之 我完全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 只能叫人重新把他带回监狱 因为 我感到自己的耐心 快到尽头了 我有绝对把握 肯定弗拉厄斯是 德国人派遣的间谍 他自称是医生 也许是真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德国人就用过 间谍医生 这个奇怪的名字 而这次 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首次发现 以医生为职业的特务 我想 这真是个狡猾的家伙 弗拉厄斯 或者维诺特 不管他叫什么吧 如果得以漏网 特别是 如果从我们某个部队发生联系 一定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医生 医生能听到别人听不到的秘密 活动更加方便 由于职业的关系 医生总是受人尊敬 交际广泛 为人们所信任 很难想象 一位医生会是间谍 但这个医生 正是一名间谍 并且被我抓住了 我再次找到 自由比利时领导人核队 希望他们能有 安德烈维诺特的档案 使我能在这位医生的棺材上 顶最后几颗钉子 自由比利时 确实有此人的档案 但这份档案 使我脸红 维诺特被比利时警方 称为堕胎者 他通过这种非法手术 发了大财 把大部分钱存入一家瑞典银行 已被度过日后阴暗的岁月 因为医生一旦越过 科学允许的高尚界限 这样的岁月迟早总会到来 果然 德国人入侵比利时之后 命令查封他的诊所 吓得他逃之夭夭 比利时警方和盖世太保都通缉过他 1940年以来 他从未露过面 这就是我处理的安德烈维诺特医生案件的结局 我没有理由继续扣留他 只能把他交给自由比利时政府 他们也不能逮捕他 因为在英国逗留期间 他没有伤害过任何人 在以后几年的战争中 他们肯定会充分利用这位精明强干的医生的特长 使之为祖国服务 将功赎罪 好在了解这次丢脸事件的同事为数不多 不至于影响我的声誉 但我本人深知这次错误 并且永至不忘 多年以后 演讲的时候 我总是规劝我的学生们 不要过分相信自己的判断 而我自己 却曾经犯过屡次告诫别人不要犯的错误 我曾想 这是最后一次 听到安德烈维诺特这个名字了 但是我又错了 后来又一次同他有过联系 那是在1952年 我的第一本书 《反间谍者问世后几个月》 我收到他的一封信 说他读了我的书 非常钦佩 一直对我非常崇敬 还说他在法国南部嘎那附近 买下了一个庄园 如果我和夫人能前去做客 他将不生荣幸之志 云云 可惜我不能接受他的邀请 带路 然而是